豪華場館三賣觀眾 歡迎來到第一屆電競世界盃 今年來沙烏地阿拉伯 砸重金投資體育產業 從失足到F1賽車 現在企圖心還伸向電競 超過60國一千五百多名好手齊聚利亞德 長達54天的盛世 比賽項目包括英雄聯盟 王者榮耀 DOTA 2等21個遊戲 最狂的是獎金累積起來超過6000萬美元 約台幣19.6億創下電競歷史記錄 主辦方表示沙國電競人口超過2300萬 連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也是玩家 這次大陣仗舉辦電競世界盃 演唱會燕火壽一個都不少 預計有290萬名觀眾共享勝職 除了世界盃 國際奧會還宣布 首屆奧林匹克電競運動會 將於2025年舉辦 地點同樣是在沙烏地阿拉伯 石油王國演變成世界電競最大舞台 帶領電競產業進入全新時代 下一個新聞 六九一報導